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然特别提到在大概11月中旬的时候 民进党的部分区立法委员就可以揭晓了 到底这一次的部分区的立法委员的名单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 我相信国民党跟民众党陆陆续续都有名单揭晓 不过在上一次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名单含瓜的层次里头 曾经包括有在妇女 有在人权跟劳工方面 就是范云老师 台大社会系的范云老师 那么他过去三四年来在立法院的杰出表现 我相信大家有目共睹 今天透过了 透过在选举剩下两个月的时间 而大家都认为 未来在政治当中的重中之重 就是在国会了 国会如果在这一次 极有可能没有办法过半 那相信未来在立法 在修法的过程里头 在审法案里头 哇 这个真的是惹拼了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关键了 在各个席次里头 他们对很多法案的不同的思维 影响到未来的修法跟立法的一个进程 所以这一次的国会能不能在国民党 民进党包括了民众党 抢下了席次的分配当中 会呈现什么政治版图跟生态呢 攸关你我未来的权益 今天范云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他要跟我们讲几个重点 其中有一个重点是 他积极所关心就是政治档案的部分 有机会解密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首先邀请范云老师 跟所有哈那位观众朋友 说个哈喽 小军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范云 是 是范老师 所谓的政治档案 有机会解密的指的是什么 对 我想其实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说 现在我们所谓的 威权时代的这个真相 因为我们讲转型正义 那其中有一个蛮重要 就是当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这个真相其实有很高的比例 并没有真正被解密 他的意思是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在上一任的立委 通过的政治档案条例 那因为那个政治档案条例 那政府过去威权时代 系统性的伤害人权的记录的相关档案 有机会被释出 那这些释出的档案 总共目前有7.7万件 你看这是很高的数字 可是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比如说你是受害者 你有权利去看自己档案的话 里面有7.2万件 也就是超过九成里面 有部分的资讯是被遮住的 那这个会造成一个怎么现象 我想讲就是说 我们目前的转型正义 有一个蛮严重的问题就是 只有受害人 没有加害人 因为里面的加害人 因为很多的因素被遮掩 比如说以我自己的档案为例 我去看过我校大学的时期 参加学生运动 就是被监控的档案 那其实是由我的同学 我的朋友出卖了我 把我们开会的资料 就是说给了上级 调查局等等 那可是我可以看到 我被就是说监控了 可是我看不到监控我的人是谁 那这个举个例子就好像说 我们最近讲me too 我知道我被性骚扰了 结果去看相关的调查 我没有办法知道是谁骚扰我 它造成就是我们台湾的转型正义 可以说是有一个重要的一块 就是没有加害人 那但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这个我们下个礼拜有机会解决 那因为就是包含行政院 送过来的政治档案的条例 过去是因为国家安全 情报的相关的理由 那我们考察其他的威权国家的记录 没有一个叫做永远保密的 那如果真的涉及到 就是说情治人员的安全的话 那个也必须要比较高层级的决定 不是档案所属单位说 我不能揭露就把它都画黑线 那下礼拜我们会在司法 法治委员审查 那这就代表什么 就是政治档案未来有机会看到 包含林宅血案 陈文辰案的完整的真相 那当然像我个人的档案 我就会有机会看到 当年是谁据说背叛了 我们一起参与运动的朋友 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 对台湾的历史真相 很重要的一页 为什么 就是其实揭露并不是追杀 大家都知道台湾社会是一个很温和的社会 可是这样有真相才能真正的和解 否则我们会造成非常多的受害者家属去看了档案之后 反而心更痛 而且根据很多其他国家的研究者 当你不知道加害人是谁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嫌疑犯 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加害人 反而所有人都受苦 所以我觉得这会是很重要的一页 可是我也要提醒大家 我不知道国民党下个礼拜会不会阻挠 那我只能讲是说 以国民党在我这一届的立法院的记录 那他们不断的在阻挠转型正义 那就是我之前也讲过 就是只是不当党产 就是委员会把相关的教材做得非常中性 连国民党三个字都没有讲出来 那就是公民教育的一部分 那他们都可以拿来说 这个叫做政治进入校园 那我只能讲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立法院是多数 那我们如果下礼拜国民党阻挠的话 我们还有机会用表决的方式 把这个很重要的真相揭露 那可是如果国民党 那或者所谓的就是三党不过半的话 那我非常的担心这一类的法案 会不会开倒车 那因为侯友毅已经公开讲 就是他其实促转会已经解散了 那现在是分散到各部会座 他还不知道现况还说 如果他选上总统 这个促转会都要把它结束掉 那你想他就是让大家以为 就是说转型正义是一个 不管是对国民党不义 还是跟大家无关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受害者 很重要的是 对我们下一个世代 知道真相才能有真正的和解 那也才有真正的人权 那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提案 我有一个提案叫做 选举公报应该纳威权时期 侵害人权的记录 那为什么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台湾面对转型正义 真的非常的温和 有德国的国会议员来参访了 所以问我说 我们聊到转型正义 因为他们很关心 他就问说 那你们台湾有多少加害人 有被法律处理 我说我们台湾没有任何一个 法定的加害人 连蒋介石都还没有这样的地位 所以更没有任何 就是说人被审判 他们就非常的惊讶 那你如果看别的国家 我们最近常常交流的捷克 捷克是规定说 你当年的加害者争共犯 不得担任国会议员 不得担任媒体工作者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要 就是说有人权或者有比较价值的 那如果是像立陶宛 他们也会规定 就是说一定要在选举的时候揭露 那像拉脱维亚是规定 不能参与所有的选举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我们并没有像有黑道记录的人 不得参与选举 我只是主张说 有威权 伤害威权的人权的记录的人 譬如说侯友宜 那我们都知道 他在当年的郑南荣的那个关键的 郑南荣自焚的那个 就是迫害言论自由的低线的过程中 那郑南荣的家属 叶菊兰女士跟他的女儿郑竹梅 好几次因为看了政治档案 就问他说 政治档案显示说你其实当年有三个选择 你选择最严厉的 而不是最温和的方式 你会说明为什么 因为你要去拘捕的时候 你其实也可以喊话 也可以什么 可是我们看到侯友宜的态度 非常的高傲 不要说没有一声抱歉对不起 完全拒绝回答 那我觉得如果 我这样子的一个一读通过的法案 能够最后三读通过 那又配合我们下礼拜会处理的政治档案法的话 那至少我觉得一定层级 国会议员以上的这种选举 他应该要揭露这个历史 让大家民众做选择 那至少民众可以要求他说明 你当年如果是共犯或是迫害者 那今天在民主时代 你怎么看待当年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转型正义的一个公道的落实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国会为什么要过半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因为至少我们看到 国民党是全面的阻挠 那如果就是民进党没有过半的话 那这样子东西都有可能会倒退 是 如果选举公报 现在范宇委员所推动的 已经进入一读 一读通过 纳入威权时期侵害人权的记录 官方您觉得需不需要 其实这个可能不比黑道不严重 对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透过的立法 让具有黑道背景的人不得参政 不能够参选 那相信之下 威权时期侵害人权的比黑道更行严重 那为什么完全没有立法 难道列入选举公报不应该吗 在欧洲许多国家事实上 他们是有列入的 是有列入的 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立陶宛 据说他就是公布要揭露 那可是像捷克 是严厉的 就是说不能担任传播媒体的角色 不能担任国会议员 那我想我们在台湾 我所提这个相比这些国家 是非常温和的 你揭露 然后你可以跟大家说明 比如我当年太年轻 太傻 可是我为我当年做的事情 觉得不对 就是说不符合人权 未来不能有这样的事 否则你可以想象 如果当年是因为 没有人权概念 你今天应该有 如果当年是因为被威胁利用 那你如果不揭露 不讲清楚 你会不会有一天 因为中共的威胁利用 你继续伤害人权 或者成为帮凶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民主时代的法案 尤其是我们台湾 经历过历史上最长的戒严时期 我们对待这件事情 必须很慎重 那这也是国会我觉得 需要过半的很重要的原因 揭露的过程里头 让当事者他有反省 甚至认错的机会 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而转型正义说 真的不能只有受害人 没有加害人 过去我们都知道 所谓的政治档案 当然就是像政府机关 包括了政党负责组织 跟党人机构 他们所包管 我们也知道 在从民国34年 一直到这个81年 跟228事件 包括动员刊乱体制当中 还有戒严体制里头 相关的档案 跟各式各样记录 跟文件当中 包括了已经裁测机关 我们都说认为 这个政治档案 都是属于这个国家当中 资源的一部分 只是说 档案的当事人 当这个政治档案当中的一些人 有曾经被逮捕 曾经被调查 曾经被侦查 曾经被起诉 曾经被通缉 被审判 去执行或其他 公权力的侵害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 当时力拼这个转型正义 那当时也因为通过了 国家机密保护法 跟政治档案的部分 条文的修正草案 只不过当时原先被列为 永久保密的部分 永久保密的部分 你说有高达有八成 是不是 对 至少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 就是有超过九成 它有部分的咨询被诊 那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民进党执政 那拥有国会的多数是一次 也从2020年到现在 有三年多的光景 为什么这个事情 不早一点启动 现在才要做呢 其实我想就是说 我们也不断的 在讨论它的问题 因为一开始 大家以为都揭露了 那很多人也开始去看档案 那像我自己原本以为 我是没有政治档案的 那我也是因为 促转会的通知 我去看档案之后 看了之后才发现 据说原来当年 我被监控的密度 比我想的还要高 而且就是身旁的 你发现了什么 那个时候你在台大 那时候我在台大 担任学生会长 那我是1990年 野百合学生运动的总指挥 那我被监控的时间 就是说有长达七八年 那后来认为我没有那个 我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 就是说台独主张者 没有要动用什么武力 然后就解除了我的监控 但我觉得比较让人难过的是 我是去看档案之后 才发现说在我们很紧密的 就是说就是伙伴中 就有人就是出卖了我们的信任 然后把就是说我们的会议记录 跟我们所有的相关的讯息 就给就是上级 应该就是调查局情治系统 那可是我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是 当年那个人应该知道他是谁 是他在监控我 可是为什么过了三十年 我看了这个资料 还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这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因为你只有用猜的嘛 比如说这个会议有八个伙伴 我们开一个在某某人家 晚上开一个很重要的决策会议 会议记录 居然我写的会议记录在那个档案中 那一定是我们当年 当年没有什么手机 就是说会议里面的人提供出去的 可是我看那个名单 每个都是这么核心的干部 我只能用猜的 我没办法百分之百知道他是谁 那这也是我刚刚讲的就是 所以你的档案也是 八成到九成是遮蔽的 三十四卷档案中 有三十一卷都有部分的遮蔽 所以也是高达就是说八九成 就是里面的讯息来源 什么什么都是遮蔽的 那这部分其实 调查局相关的系统都有对照表 是可以公布的 那我讲的事情是说 我们知道真相非常的重要 否则所有的人都受害 我们当年的伙伴 那那些跟我开会的人 难道他每个人都是嫌疑犯吗 那我觉得真正的和解 必须要从知道真相开始 否则就像我刚举的那个例子 也许不是很好 我们知道当年被性骚扰 可是你去看档案的时候 你只知道你是受害者 你不知道谁是加害者 是那个谁是性骚扰你的人 我想这样子不会有一个真正的和解 因为真相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下个礼拜 那我很高兴就是说 我们在立法院会在司法法治委员会 等于是把这一波的政治档案条例 修了之说是更符合一个 我们对人权的保障 那也能够有效保障到国家安全 因为有很多机密 其实已经跟国家安全并没有关系了 那我相信这个民主公开的过程 可以带来更多的真相 就是百分之百的真相 跟真正的和解吧 那我也希望就是国民党不要再阻挠 那我想提醒大家的是 我们对国民党非常的没有信心 以我在担任这一届的立委看到 就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当中 那就是由国民党的委员要排议程 那要用转型正义的议题来修理我们的政府 那还好我们的政府都是 教育部的回应都是 我们是依照法令 那课纲中就是有公民教育跟人权教育 那转型正义本来就是在促转会解散之后 又把这些威权的历史教育给下一代 而且相关的教材已经对国民党太好了 把它叫做太阳党 用说故事的方式 而且是给老师受训 那你拿这个东西 我当天的质询的时候 还对我们那个不当党产的主委说 请问在德国 那你会直接讲希特勒 还在讲什么太阳党 他说德国都是直接说希特勒说什么 那我们台湾是不是对特定政党太好了呢 我想这其实是台湾是非常的温和的 那再阻挠的话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阻碍我们 拥有历史的真相跟正义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 一方面在修法 让这个国家机密档案 不要再永久保密 不再去遮蔽了 因为在转型正义的推动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知道 在过去这段时间 林载雪案 陈文成 这些都是永久的保密档案 那当然可以解密 未来如果提过修法之后 当然可以解密 我真的坚信 刚刚范宇老师所讲的 有真相才能够和解 也希望在这个法案在立法院可以顺利通过 而且通过之后呢 紧接着伴随就是范宇老师所提的 这已经获得了一读通过 就是未来在我们的选举公报当中 是不是可以纳入 威权时期侵害人权的记录 如果你有意要参选 甚至角逐大位的话 难道不应该要纳入威权时期 你曾经有侵害人权的记录吗 谢谢范宇老师加油 谢谢 也谢谢所有小金川普派所有观众们再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